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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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先把鸡给砍小块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扛好的鸡放在那里备用 等一下放在面团上面 哦 就米线 这个米线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对吗 中国的 哦 你是用中国米线啊 中国米线 还有什么 广西啊 广西米线啊 还有河粉 水饺 各种配料 葱 酱油 猪油渣 辣椒油 蛋口名字就 菜园鸡云吞米线 价钱写得清清楚楚的 整只菜园鸡是98 半只49 他们家早早呢 天还没亮 就有人来打包了 一分多少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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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一分多少钱啊 20块了 还有水饺吃吗 还有水饺吃吗 还有水饺 水饺吃加进去的吗 有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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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辣的 对哦 虽然茶室里面很多蛋口 但是每一张桌都会叫它的菜园鸡米线 可以看出很受顾客的喜欢 好 有些顾客呢 叫人面 也会直接叫一个鸡土或者是上庄下庄 大小的 就像鸡蛋 就像鸡蛋 有一样 一个小的 就像鸡蛋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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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蛋哦 汤面就没停过 这一份呢 全部是水饺跟面 这是半只鸡是吗 也有些顾客是直接叫半只鸡的 每一份粉里面都会放一粒云吞 听老板说 汤都是要自己亲自熬的 不假手于冷 这名女才21岁哦 砍了好几年的鸡肉 年纪轻轻就很散尽 我定的是粉和饥饿度 放特制的酱汁还有香油 酱汁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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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汁 酱汁 还有这个酱汁 都是鸡做的 哦 一看这汤就很纯 米线 还有饭 酱汁会比较小块 但是炸的很美 还有水饺一个 我叫的是饥饿度 这样子10块 因为震了冰水 所以你看都结了一层洞 旁边就是印度粉 他说很好吃 哈哈哈哈 OK 三明星 有 一个星期来两次 Thank you 其实他们都很喜欢吃 不是说怎样 因为每一蛋吃的东西 一般阿晴都会去先吃 吃完的时候 我觉得都是很OK的 我才去拍摄 这个鸡呢 可以说一看就很有食欲的 虽然我有叫了他的米线 但是呢 我是对他的鸡很感兴趣 哈哈哈哈 因为这个鸡呢 皮说实在的真的很脆 他可以吃到那种脆度 你知道吗 肉质很鲜的那种 感觉这鸡呢 就跟那个广东的那个白切鸡 是差不多一样的 味道呢 也是很接近的 菜园鸡跟那个农场鸡的鸡肉质呢 就真的是很不一样 因为它肉质比较紧实 吃起来有甜子 放下鸡肉质的肉质 它是脆的那种 但是还有盘性哦 菜圆鸡形状美光 皮黄肉白 再加上特制的酱汁 保持了鸡肉的鲜美 吃起来肥嫩香脆 十分可口 还原汁原味 现在试一下米线 这汤是熬得好三点 那两点多的开始熬到现在 它有一股很浓的胡椒香味 这汤香醇可口 一线爽滑糖芽 很不错 汤喝起来很清爽 不会是那种油腻的那种 早晨吃一碗清淡爽滑的米线汤 真的是很解肠哦 辣椒也有酸 现在试一下 先试一下姜融的 辣椒 试一下辣椒 辣椒油的 三种酱汁的味道都不同 姜融的不辣 更能激发出鸡肉的鲜美 中间红辣椒比较辣 喜欢吃辣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辣椒油就有一股酱香味和葱香味 也是不错的选择 值得去试 好了 今天阿晴就介绍到这 下期再见